香港已經結束了我們由去年11月發生的第四波的疫情 所以在今年4月我們也公佈了一個抗疫的新路向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維持到這個局面 不需要社交距離的措施時緊纏鬆 也盡量可以讓香港市民有些機會外出和回來 所以在當時我們在6月的時候也得到專家的意見 也為一個血液抗體的測試是有助於我們更加可以知道 這個人士是他們接受了新冠疫苗之後也出現了抗體 所以可以將他們強制的指定酒店的檢測期或者檢疫期縮短到7天 這個新的政策第一期是適用於香港居民 他在香港接受了疫苗的接種 做了血液抗體的檢測 有一個證明之後他去外地回來 如果不是屬於group A A組的高危的地方 是可以將這個檢疫期由14天減到7天 過去應該也有不少的香港市民因此受惠 但是鑑於我們也發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也有一些叫做break through 一些突破 就是說好像你提出的 接種了疫苗 有了抗體 但是回來也在檢疫期 甚至最近有一個檢疫期以外 他發現他是受到感染的 所以我們又需要因時制宜 調教我們的政策 所以昨天晚上 這個聯合科學的委員會也開了會 開會的建議就是鑑於這個情況 和外圍的地方 仍然是確診個案是上升的 特別是有很多跟我們有近日接觸的地方 譬如是歐洲的國家和美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 在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舉措 就是將15個國家由B提升到A 換句話說 只是香港居民已經完成接種 可以回來香港 而且全部都要21天 另外將一個國家是英國澳洲 由C提升到B 今天我們將會考慮 昨天晚上專家對於抗體測試 是否仍然是穩妥成為一個 減短抗疫期的基礎的意見之後 我們今天也有些公佈 公佈的方向都是會收緊的 就是說不會再以一個抗體的陽性的基礎 來縮短在指定酒店的檢疫期 就是說除了在最低風險的Group C 現在只有一個國家 其他人都不會少過14天的檢疫期 希望能夠在外防輸入做得更加緊湊